征进欧关决赛瓦基伏PK诺瓦拉!朱婷埃格努重炮对轰2019年5月4日。 在2019年欧关女排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,朱婷领衔的土耳其瓦基伏银行主场迎战一甲豪门诺瓦拉。 瓦基伏银行是连续第七年闯入欧关半决赛,诺瓦拉是时隔九年再进欧关四强。 这两只当今排盘顶级豪门的交锋光受关注,两大王牌球星朱婷和埃格努的隔往对空更是极具看点。 9年后诺瓦拉重返欧关四强。多名中国速将曾效力。 诺瓦拉是中国球迷比较熟悉的意大利俱乐部。 早在2001-2002赛季首次升入意大利A1连赛起,就有当时中国女排的两大球星,主公孙悦和二传和齐加盟,二人分别效力了三年和五年。 现任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在2002-2004期间曾担任诺瓦拉的主教练。 黄金一代的队长冯坤在2008-2009赛季也是该队的主力二传。 过去五个赛季诺瓦拉四次击身意大利A1连赛四强,其中有三次都打入了总决赛。 在欧关联赛唯一一次获得征冠机会是在2004-2005赛季,可惜完败同国宿敌贝尔加莫通关魏果。 随后又在2007-2008赛季和2009-2010赛季两度晋级欧关四强。 自2009-2009-2010赛季入围四强总决赛第四收关后,诺瓦拉在欧关再无抢眼成绩。 六万元助阵诺瓦拉抢将云集。朱婷PK埃格努引关注。 作为一甲豪门之一,由名帅巴尔伯里尼执教的诺瓦拉名将云集。 本赛季引进了六名外援,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二船卡利尼和主公巴奇,萨尔维亚副公维利科维奇,荷兰主公普拉克,阿根廷主公尼泽地奇和阿尔巴尼亚接应比奇。 其中,卡利尼、巴奇和维利科维奇三人是绝对主力。 除六名外援外,诺瓦拉还拥有埃格努、奇里切拉皮奇尼尼等本土强将。 作为土役球队的杰出代表,瓦基福银行和诺瓦拉都拥有较强的往口竞争力,双方在欧关半决赛的交锋可谓针尖对卖忙。 在这场强强对话中,最受关注的当属两队王牌球星朱婷和埃格努的隔往对抗。 朱婷为当今排弹头号主公,进攻高效且技术相对全面,埃格努在世锦赛展现出了极强的发扣实力,一跃成为接应新贵。 作为当今排弹之首可热的两大红星,朱婷和埃格努的强强争锋自是焦点。 如何接好埃格努的大力跳发并在网口限制住他的突破,也将是瓦基福银行争胜的关键。 除朱婷和埃格努争锋备受期待外,瓦基福银行和诺瓦拉之战还有不少看点。 两队主帅古德蒂和巴尔伯里尼都是享誉排弹的一级名帅,二人的斗发值得关注。 诺瓦拉的意大利主公皮奇妮妮已经40岁,曾两夺欧冠MVP,此次极有可能成为他的最后一届欧冠之旅,能否走得更远。 塞尔维亚女排的两副公拉西奇和维利科维奇,美国女排的两主公巴奇和罗宾逊,荷兰女排的两边公司洛特耶斯和普拉克都将各位旗主,强强争锋时谁的发挥更加出色?高加索。